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里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草原 总面积26.3万平方公里 分流不息的俄古纳河滋润着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 这里水草丰美牛欢马壮 是现今中国牧区最好的草场 是全国奶制品和牛羊的主场区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 就是呼伦贝尔草原放牧的黄金季节 每一头奶牛 每一只山羊 都是牧民一天一天都喂养长大的 非常不容易 都是看着长大的 这里的牧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 放牧是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也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 在二百头牛里头 自己一头牛 哪一头牛他都非常清楚 非常认识 所以他们的感情是很深的吧 对牛羊的感情 牧民们对于牛羊的感情 就好比自己的家庭成员 犹如衣食父母 每年春天的纳达木大会 就是一年一度祈祷风调雨顺 人畜平安的传统盛会 2010年呼伦贝尔草原的纳达木大会 被定在了8月10日 随着时间的临近 牧民们已经开始筹备这场规模宏大的盛会 就在这时 呼伦贝尔草原 新巴尔湖左旗牧区 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件 这些突发事件 让牧民们极为震怒 也打破了这片祥和草原上 喜庆的气氛 当时牧民报案以后 确实挺来气啊 牧民是 我一共接到了这种报警 一共是九起 2010年6月的一天 呼伦贝尔市 呼和哈达边防派出所 接到报案 多位牧民反映 昨天夜里 自家的牛没有按时回家挤奶 经过一夜的苦苦寻找 依然不见牛的踪影 一出门啥也没有了 就跟咱们一出门咱挤奶 今天换奶咱就 可以花 可以吃 没了咱 除了两眼不 站在院里头 啥也没有 他也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 我只管他家把大哥 他家 就在自己家的牛圈里面 同时有三头牛被杀了 所有的肉都拿走了 由于近几年雨水充足 加上政府的精心维护 呼伦贝尔草原的环境 有了很大改善 除了四处可见的牲畜之外 草原上的野生狼群 也时有出现 难道是草原上的狼群 对牛进行了攻击 昨天没回来 然后出去找 找了差不多不到十二点的时候 还没找到 有哥们说有个牛被杀了 然后有可能是你家的 然后我过来看一看 看了半天 跟我家的牛是一样 就是我家的 好几百斤的牛 就剩十根骨头在那扔着 一张牛皮一个牛头 别的啥也没有 副所长王铁刚发现 这头被杀的奶牛 牛皮完整 牛头上也没有任何伤痕 这绝不可能是狼群所为 他的手法可以说是 特别的专业 就是咱们屠宰场的工人 才能达到这种的手法 眼前这些散落在草地上的牛骨 是呼和哈达边防派出所 副所长王铁刚 想起了一个月前的一起案件 五月初的呼噜贝尔草原 虽然冰雪已经开始融化 但是气候依然寒冷 牧民的牛仍然被关在牛棚里 吃着去年储存的草料 一天清晨 王铁刚突然接到了一位牧民打来的电话 称在自家的牛棚中发现了三头奶牛被杀 所有的肉都拿走了 就剩三个牛头 三个牛皮 剩几个腿的骨头 他的牛也都是特别 他叫高产奶牛 特别值钱 所以说他也很心疼 由于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 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进展缓慢 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杀牛案件 与五月份牧民牛棚里发生的杀牛案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犯罪嫌疑人都是将牛杀死后 驱走了牛肉 并且将牛头 牛皮 牛蹄 丢弃在现场 王铁刚推断 这些案件极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特别可恨这帮犯罪分子 咱们当地的牧民就以这个养牧为生 每家就养那么几头牛 他们甚至一次就把一家的两头牛 或者三头牛一起都给杀害 把肉都给拿走了 六月来临 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 牧民们纷纷打开围栏 让自家的牛羊奔向生机盎然的草场 咱们当地牧民就有一种习惯 就是牛放出去了以后 它几天 就是一周之内不回来 它不找 一般都是把牛放出去了 自己出去吃饱了也不管了 挤奶的牛呢 每天自己就回来了 不挤奶的牛就是放出去了 隔一段时间就家里人去看一看 这种散养的放牧方式 使得牲畜能够在自由的状态下生长 但是牧民的这种传统的习惯 却给警方的侦查工作 带来了一些难度 杀完以后把肉拿走 牛头牛皮往山上一放 但是这个牧民发现的时候 一般都是好几天以后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取证的价值也不太好 没啥价值了 当时我们的压力确实也挺大 每次一碰着人 特别是一到这个 这个受害者家里去的时候 家里面有的时候确实埋怨过我们 我们听着也挺难受的 从2010年的5月开始 在呼伦贝尔草原连续发生了几起 手法极其相似的杀牛案件 看到家中的牛被残害 牧民们的心中异常顺略 那肯定得恨死他们了 本来这牛羊对牧民说都是跟命似的那样的 都性格似的那样的 有感情的都让人傻了 人家这个牧民辛辛苦苦 养的牛 就是主要就靠这点那个啥 牛呢就是过取得生活费 把这牛给盗窃了 你说这一方人是挺可恨的 据2010年8月10日 纳达木大会开幕的时间 只剩下不到一个月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乌克哈达边防派出所 对杀牛案件的调查进展缓慢 一想到牧民们将要带着悲痛和不安 迎接这次盛会 呼和哈达边防派出所的每一位民警 心情都无比沉重 特别痛恨这个犯罪分子 再一个就是 也是有这种想的一个 快速的为牧民破案 追回了这个财产的损失 呼伦贝尔草原东林黑龙江省 西北与蒙古国俄罗斯相接壤 是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带 呼伦贝尔市呼和哈达边防派出所的民警 全部由武警边防部队的武警官兵担任 家里有多少牛呢 这是我的名片 既然呼和哈达边防派出所 距离呼伦贝尔牧区不足三公里 但是由于呼伦贝尔牧区地广 人息牧民们依水草而聚 散落在草原的各个角度 这种分散的原始游牧生活 使边防民警与牧民之间的联络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他们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 养羊的跟着手去放羊 然后每年结糕打草 养牛的是每天把牛给 从家里边擀到草地上放 我们现在大部分牛全在野外带着 它不回家 很少一部分牛晚上都拿到家里去了 就是挤奶的牛挤完奶了以后 整个全部放出来了 它到外边累了就在那趴一会儿 饿了就找地方去吃一会儿 所以说这个被盗窃被盗杀 这个几率特别高 牛天生具有认路的本领 每天黄昏时 在草原上织完草的奶牛群 便会自觉地走回牛棚 让牧民挤奶 织完奶后 牛群又会由领头牛带领着返回草原 这些夜晚散落在草原上休息的牛 非常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 左岗镇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湖左旗北部 这个总人口不到五千人的小镇 被呼伦贝尔牧区所包围 镇上的居民大都以畜牧野为生 住手在这里的新巴尔湖左旗第二边防大队 是具呼伦贝尔草原最近的五几部队 2010年7月6日 由于盗杀牲畜案件的频发 新巴尔湖左旗第二边防大队大队长史全 立即召集呼伦贝尔牧区附近的呼和哈达边防派出所 格拉布尔边防派出所 索岗边防派出所 三个派出所的所有民警成立专案组 对这一系列的案件展开联合调查 经过对系列善友案的仔细分析 专案组制定了多套方案 立正要在8月10日纳达木大会之前快速破案 呼伦贝尔草原地域广阔 牧民居住分散 牧区的安全防范一直以来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 面对异常短缺的线索 专案组的每一位民警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主要是在咱们这些三里窑国道的两侧 对于一些农用车 它装载的牛羊主要是牛羊的货物 什么地方人 什么地方来 从哪一个牧民家买的 我们要取得点击 这几起案子发生的现场是基本上不是摩子车 看着摩子车是否拖着可以的东西 对咱们这个 因为它有必须的得拖肉 专案组在牧区的各个路口 设夹检查的同时 另一组侦察员奔赴牧区附近的几个收费站 调取了近一个月内所有的监控录像 但是在经过仔细观看之后 监控录像中并没有出现可疑的车辆和人软 他来回走他都不走收费站 绕过去 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草专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即使使用大瓦数的强光手电 能够照射的范围也超不过五十米 因为警车下去草地上转转转了 有些不法分子 你看有这个民警在行动 它也是起到一个正式的作用 未来最大限度的对草原实施布控 专案组所有的警力全部出动 轮班巡逻 这漏空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 就是你不可能每个点上 每个位置上都需要都有多安安安人 它这个草场面积过大以后 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实现之内 还有实现之外的 看不到的地方 虽然蚊虫的叮咬阻挡不了边防民警破案的决心 但由于警力有限 想在漆黑的夜色中 茫茫的大草原 发现犯罪嫌疑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天天担心 可不可以发生到啥程序的案件 人少 面积大 认为比较重 这八天的时间 到现在为止 这一系列案件没有 八天不间断的巡逻 公安民警的体力已经接近透支 虽然在这八天中 牧区没有再发生一起盗杀深处的案件 但是一想到盗杀奶牛的凶手 依然逍遥反外人 大队长史全的心中便无语的平静 在经过仔细分析之后 史全决定转变破案的思路 时间临近七月中旬 距离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 纳达木大会的开幕 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 乌伦贝尔牧区的系列杀牛案件 还在紧张的调查中 经过八天的涉洽检查 和全天巡逻 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新巴尔河佐吉第二边防大队 大队长史全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大队长史全在对这几起 连续发生的杀牛案件 进行了仔细分析之后 有了新的推断 这几起案子发生的现场 基本上都是某个事 我们也跟牧民交代了 有哪些嫌疑人 在你们草场上转 没事上你们的草场上来 你们都注意观察 观察有价值的线索 让你派人所提供一下 力争不让它再发生 类似的案子 如果再发生了 那真是没法交代了 301国道是呼伦贝尔牧区 通往外界最快捷的一条公路 六七月份是多雨季节 在草原上到处隐藏着沼泽和湿地 夜间行走非常危险 在漆黑的夜色中 如果犯罪嫌疑人 要把牛肉快速运出牧区 301国道是必经之路 每天不间断的 巡逻守候 特别是这个12点左右 或者是10点钟以后 这个时间到 我们就是稍微累一点 苦一点也无所谓 我们现在的目的呢 就是第一 抓获这个犯罪分子 或者是犯罪嫌疑人 第二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那个削弱活动 就是震慑一下的 犯罪分子的 这个猖狂的行为 绝不允许这个 此类案件在我们下去再发生了 又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巡逻了一夜的侦察员 依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影 就在此时 对讲机内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 中暗组所有侦察员们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就是看到这个地震的 感觉这个羊头还有牛头还有那个牛皮刹都散了一地 完了牧民刚才也过来看了一下子那个现场 牧民那个心里头也是很悲痛的 跟以往的案件是一样一模一样的 以往发生的案件也都是牛头牛皮牛痞子还留在现场 这个跟以前发生的案件一样 基本上都是这一伙人干的 咱们301公路上的铁铭铭是非常多的 就是它只能是往北 往北是来回过往人员比较少的 而且这个面积非常宽广的边境地区 事全推断 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在看到301国道上的巡逻车辆之后 迅速骑着摩托车绕开了公路 向北边的逃场逃窜 事全决定 从今天开始改为民用车辆秘密巡逻 咱们的警车都要比较隐蔽的地方待着 完了咱们民用车就可以在这个面上开展工作 警车在山上蹲坑的时候它是熄火的 可我们用民用车的这个行动小组 它是可以在这个山上随便随便流动的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警方的视线 在秘密蹲守的过程中 呼伦贝尔墓区没有再发生生处被盗杀的案件 警方推测 在漆黑的夜色中 盗杀牛的凶手如果再次作案 依靠摩托车从充满沼泽的草原上逃逸的可能性不大 依然将301国道设为重要卡点 所有侦察员都屏住了呼吸 在漆黑的夜色中静静等待这群草原杀手的出现 2010年7月20日0点15分 突然 两盏摩托车车灯从301国道上飞速划过 每个晾摩托车后边都拖了两个袋子 前面摩托车后边停车接受检查 2010年7月20日0点15分 两辆拖着编制内的摩托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当时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不是偷扭的真出现了 第二个想法就是 这个地方可能又有人合作了 前面摩托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面对警方的连续呼叫 两辆摩托车不但没有停下接受检查 反而加速行驶 就在侦察员准备加速上前拦截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把摩托车扔到边就跳着往外拦就跑了 两名男子扔掉摩托车后跑下了公路 翻过了逃场边的钢丝围栏 向北边的逃场深处疯狂跑窜 如果这两名男子就是盗杀油的凶手 他们身上一定带有凶器 于是大队长士泉果断地做出了决定 不空 围着 帮他处理 帮他处理 处这片草草 天亮的时候就实际关系 接到消息后 火速前来增援的民警 打开了犯罪行业人一切的编织袋 打开袋子看了 当时一看里面 当时我们太激动了 太兴奋了 两个摩托车涂了四袋子 全是肉 其中一个袋子的肉里面 当然还有两把剑刀 还有一个摩托车 我们当时就特别兴奋 感觉这个案子有客 大队长使权命令 所有巡逻小组全部埋伏在北方草场的围栏沿线 等待天亮后对草场进行仔细搜查 现在基本确定 犯罪嫌疑人往边境方向潜逃 经过部署 专案组决定 分成三组对两名犯罪嫌疑人展开搜索行动 第一组侦察员在301国道进行全面布供 第二组深入操场深处 向犯罪嫌疑人潜考的方向进行仔细搜查 第三组由副所长黄凯刚带领 对被遗弃的摩托车的车主身份展开调查 后面的下场 第二组队是中国的 第五组队和南北坑 对被遗弃的摩托车主要 接近市场平台 第二组队和南北坑 也是如此 第二组队和南北坑 之后 我们要不得不得不得了 越看到最后 五到六个人一组 左右间距在一百米左右吧 毕竟范围大 人又不可能离得太近 有情况吗 咱们这个范围的潜逃的沿途的方向 就有很多沼泽地 有很多人不便于车辆过往 去的时候感觉看着像猫这个人似的 刚下去一看也是什么也没有 人的时候脚印也没有 草车上也有露水 整个鞋里都是满满的 都是灌的凉凉的 在侦察员对草场进行仔细搜查的同时 副所长王铁钢带着被犯罪嫌疑人 遗弃的摩托车进入牧区 对摩托车的车主进行调查 在对摩托车车主进行调查时 一位牧民向王铁钢反应 他对这辆被遗弃的摩托车非常熟悉 这位牧民回忆 大约两周前 他偶然见到有人骑着这自家的草车 有叫保乐日的 总在我家这个草场山上转 在我家山上骑摩托转 实际这个牧民的草场 现在就是都分到各户了 不是他家草场他去转一下 牧民就怀疑这个人有问题 警方立即展开大规模排场 寻找保乐日的下落 各小组注意 各小组注意 告诉我了 他说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在这个门口这个屋里面 里面还有两个屋 还有其他的人 此时警方已经确定 犯罪嫌疑人保乐日 藏身在左岗牧场酒队 一天出租屋内 我们有两名干部 还带着几名战士 就简单进来进行一下分工以后 实际上队长命令 我们马上进行抓捕 警方经过严密布护 对犯罪嫌疑人保乐日 立即实施抓捕 就问他你昨晚上干啥了 交代好好交代 你说昨晚上盗窃了 盗窃什么东西了 杀牛了 然后这一停 所以他就承认了 当时就承认了 随后警方通过审讯得知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额尔德木已经逃向了 额尔古纳方向 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 将犯罪嫌疑人额尔德木 抓捕 不意外 2010年8月10日 呼伦贝尔草原 一年一度的 纳达木大会 如期举行 草原上的牧民们 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 祈祷风调雨顺 人畜平安 而在草原的深处 时常有边防警察巡逻 他们就像一道 靓丽的风景 为生活在 呼伦贝尔草原的牧民 带来安定及祥和 挺兼费他们的 挺高兴 兼费老百姓 做事事 正好大的绝对有信心 相信我们的正好大的 特别高兴 睡觉也好 睡也好 睡也好 睡也好